下面一起来看数据的表示和运算这一章的内容 那么首先整体看一下它的一个框架 这块主要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是基础的数据与编码的理解 这个主要是熟练掌握静置转换 特别是十静置与二静置之间的转换 以及二静置与十六静置之间的转换 在乘积取诊和处积取语这两种方法的基础之上 要有自己的一个迅速转换的一些技巧 这个是自己去积累的 这里就不多说了 然后是真值和机器数的理解 一定要搞清楚 拿到一些数 自己在对这些数做什么 真值它指的是带有正号 也就是加号和减号 这样正号和负号这样符号的一些数 而机器数就是指零和一表示的数 那么用零和一来表示这些数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想用计算机来处理它们 而这个处理的效果 应该跟我们在真值上表示出来的那个效果 达到一样的效果 所以大家在对一些数做处理之前 一定要先想清楚 自己是用真值在操作 还是用机器数在操作 以及真值的一个结果 跟机器数的一个结果 怎么样对应起来 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其他的一些编码 这些编码 BCD码和字符与字符串 大家了解一下 知道这种编码是在干嘛就可以 关于教业码 重点在于理解海明码的那个不等式 那个不等式形式一定要记下来 然后要知道每一个参数怎么去算 而对于海明码 循环荣誉码 以及机有教业码 它们具体的求法 大家一到两个题 熟悉那个求解的步骤就可以 接下来是这一张最重要的一块内容 定点数的表示和运算 那么首先是无符号数的表示 它只想表示一个数值的大小 是一个绝对值的概念 接下来是三种有符号数的表示 它们之间 各自内移 那个机器数 机器数存在的一个意义 就是它用来做什么事情比较方便 这个大家要理解清楚 还有就是这几种有符号数 它们机器码之间的一个转换过程 大家要熟练掌握 特别是圆码和补码之间的转换 以及补码当中一个数的补码 拿到一个数的补码 怎么求出它的相反数的补码 这个过程 这两个转换是一定要掌握好的 接下来是符号过展 首先理解为什么要有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存在就是因为 我们拿到两个机器数的时候 有可能它们的长度是不相等的 那么要对它们进行运算的话 首先应该把它们的长度变成一样 那么我们的做法是 把短的那个机器数 给它补上一些符号 让它变成一个长度 跟长的那个一样的机器数 这样才能把两个数进行 一系列的运算 那么在此技术之上 我们就介绍了补码的一个加减运算 这个一个加减运算主要是理解一下 两个公式的含义 就是我们用机器来对这些数 做加减运算的操作的时候 那个机器它所能做的操作 只有两个 一个是求补码 一个是做加法 所以当我们用补码去做加减运算的时候 第一步应该是拿到两个数的补码 第二步就是拿着这两个数的补码 去做一个二进制的加法就可以 这个是这块要理解的一个概念 那么进行加减运算之后 我们会发现 把那个运算的结果转化成真值来看的话 它有可能不符合我们的预期 跟我们最开始输送进去的那两个数的真值 实际上应该得到的结果是不一致的 那么这个时候原因是 那个结果超出了这个补码的表示范围 所以就要做一个溢出判断 溢出判断的三种方法 大家要自己记清楚 然后关于双符号位的那种判断方法 大家要熟练的掌握 带双符号位去进行加减运算的那个操作 以及怎么去看那个运算结果 就是看那个双符号位 它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应该是正一出还是负一出 最后是一个一位运算 一位运算一个是理解它的那个含义 就是在算术一位的操作当中 我们把这个数字 左移的效果是相当于乘以2的n次方 右移的效果是相当于除以2的n次方 这个是它的一个含义 然后就是要明确它的一个一位之后 空出来的那个位的一个添补规则 这个跟符号扩展这边的添补规则 可以相互比较一下 那么不同的编码 正数和复数 它的添补规则是不同的 规则要记下来 这个就是定点数的表示和运算 它是其他一切运算的一个基础 那么它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就是在C语言当中 C语言当中的数据主要就是用补码来表示 那么它其中除了有整形 就是补码表示的整形数据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 它可能是长度比现在要长 但是还是一个补码 也可以是使用了其他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浮点数这样的类型 那么不同的类型之间就可以进行转换 这个转换怎么去做 以及转换的过程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要搞清楚 那么还有一个考察的点 就是关于这些数据的存储 一个是大端小端存储 一个是边界对齐存储 这两个概念同样要搞清楚 然后是浮点数的表示和运算 这个重点掌握HP754的那个标准 那个格式 每个字段有多少位表示什么含义 最后怎么合成一个浮点数它的真值 这个一定要熟练掌握 那么关于每一个字段的含义的记忆 建议大家直接写出实际的一个数 来从那个形状的角度来记忆它就可以 最后是浮点数的加减运算 主要的步骤 五个步骤通过一到两个题操作一遍 能够做下来就可以 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每个步骤可能引入的一些问题 以及怎么去处理它 怎么去分析出它所带来的一些结果 这就是浮点数的表示和运算 实际的一些运算的操作 其实还是基于定点数的运算的 那这里还提到了一个移码的概念 建议大家把这些定点数的一些编码 给它打在一张表上 或者自己画一个数轴 把这些编码标上去 然后找一下规律 那最后一块算术逻辑单元 只是了解一下就好 主要在第五张CPU的结构当中 结合运算器的一个结构 来了解怎么用这个单元就可以 在这一张我们不作为重点 那么接下来就是整理一下这些编码 首先是理解一下 真值与基础数的含义 建议大家画这样的一个数轴 上面标的是实进制形式的真值 真值也可以是二进制形式的 所以真值的主要的特点在于 有这些符号 这个是符号 这个是正号 那么怎么让机器能够识别出 这些数值呢 我们是给这些数值进行编码 用离合零和一来编码 这个编码你瞎编是可以的 随便一个编号 对应其中一个数值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非常的不好记 也不好进行运算 所以根据不同进制之间的 那个转换规律 我们可以这样来编 就是把一个数 转换成对应的二进制 因为二进制只有零和一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只有零和一的 那个数字当做这个真值的一个编号 那么这个编法叫做无符号数 它就没办法表示负数 因为它没办法表示符号 那么想要表示符号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再用一个零和一 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来表示这个正号和符号 那么就是圆码 我们用一个零来表示正 用一个一来表示负 那么数值部分还是跟刚刚一样的规律 这是圆码 它的特点在于 由于符号跟数值是分离的 所以这个零它有两个编码 这是圆码 那么这样看起来是比较浪费的 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编码都能一一对应到 想要表示的一个对象 并且这样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没法直接用这个编码去做运算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符号位 跟它的数值位分离开来了 每一次运算都要单独的考虑 这个符号位跟这个数值位 所以后来人们又开发出一种编码 叫做补码 它的一个编写的规律是这样的 正数跟现在一样 但是这个-0的这个东西 我们放到了这边 然后这边的一个编码 它的一个排布规律 还是按照这个编号越来越大 从左到右排 就不像刚刚这样 是从右到左排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编号的变化规律 相当于是从0到这边 然后绕一圈 还是一样的顺序 那么遵循这样的一个顺序的话 它在做加减法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我们可以直接 不用单独的考虑符号位 而直接用二进制加减法 就能完成自动的符号位的调整 这个叫做补码 那么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这里不做解释 只是简单说一下这个概念 它的特点就是能够比这个圆码 多表示出一个最小的复数 那么刚好这个最小的复数 是1开头 后面全0的一个形式 进一步的还能找到一个规律 就是这些-2的n字方的地方 它都是左边全1 右边全0的一个模式 比如说-2是左边三个1 右边一个0 -4是左边两个1 右边两个0 -8是最左边是1 然后后面三个0 其次 它的这个一个变化的规律是 如果我们找到-8的话 那么只要在这里 加一个1 它就变成-7 加一个2的话 也就是加一个10 它就变成-6 这样当我们要把拿到一个真纸 要转化成补码的时候 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先想想它附近的 比较好求的值是什么 然后再一个位一个位的来调整一下 低位的这些数值 就可以得到它相应的补码 而不是固定的 每次都从圆码 然后去反加1来算 不过如果不想找这个规律的话 就固定的去反加1来算 就可以 那么有了这一系列编码之后 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手算和机器的算法 比如说我们使进制形式下 手算7加8 它就是7加8 我们口算等于15 也就是7加8超过了10 那么超了5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精卫 这个1 接下来是7减8 到这里我们会突然发现 实际上我们并不会算减法 我们算减法 每次都是目测了一下 用大的那个去减小的 然后再手动给它添一个复号 所以我们再算7减8的时候 实际上算的是8减7 得到1 然后再知道它是-1 这是手算的一个特点 那现在我们对应者 用二进制来操作一下 并且了解一下二进制的加减法 那么7加8 7的二进制是0111 8的二进制是1000 注意现在还是真值 只不过我们是用二进制在表示它 那么二进制的加法是这样的 1加0是1 1加0是1 0加1也是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全1 那么如果遇到0加0的话就是0 如果遇到1加1的话就是这里填0 然后有一个减位 那么下一位就要考虑前面的这个减位 这个是二进制的一个加法 可以类比我们的实际制来进行分析 接下来是二进制的减法 这个是8减7 那么是1000减0111 这个也可以类比我们的实际制的减法 如果不够减的话就像前面借位 那么这里首先是一个0 不够减借位 然后借上面一位的时候发现它是0 再借位 然后还是0借位 然后终于借到了这一位 那么这里减下来就是1 前面因为借位所以前面清0了 这里是1 这里是1 然后它就是0001 这个跟我们的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这就是二进制的加减法 这是我们首算的一个操作 接下来看一下计算机是怎么算的 计算机它只懂两个操作 叫做求补和加法 那么它的计算要依靠一个东西 叫做补码 比如说它计算刚刚的7加8 就是用它们对应的补码 补码跟刚刚的普通的二进制的区别 就在于它有一个符号位 并且它的数值位 遵循之前所说的补码的一些规则 如果是正数的话 它就是对应这个数值的一个二进制 如果是负数的话 先找到它的圆码 然后再求出补码 这个就不在这说了 那么同样 这样两个数加下来 用的是二进制的加法 跟刚刚的这个加法是同一个加法 就是这里说的加法 那么就是1加0是1 0加1是1 1加1是1 这个位是0 然后要有进位 0加0的话就是0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天然的它的这个符号位 符合我们的预期 它是一个正数 并且它的这个值 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值 这就是补码的一个操作 接下来看补码来做减法 它就不像我们 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经验 来进行调整 它直接用补码来进行操作就可以 那么前面的7还是正7 这个没有问题 后面的这个8 我们要算的是7-8 所以写在这个位置的 叫做-8的补码 那么-8的补码怎么求 大家自己求一下 然后填冠 它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要做的 就是把这两个编码 看成普通的二进制数 然后做一个加法 就可以注意 我们前面有可能有加法 有可能有减法 这个补码的操作下 只有加法和求补 两个操作 那么直接做一个 二进制的加法 得到的这串编码 它就是-1 就是我们刚刚 所想要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就是补码的一个操作 那么怎么样一眼看出 这个东西是-1呢 可以找一下这边的规律 看一下 这个在-1的这个位置上 肯定 它是这个编码 一直数到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它肯定是一个全1 所以以后看到全1 就知道 不管它是几位的一个补码 它都是-1 那这个就顺便找了一个规律 最后就是刚刚的这两个东西 就是这个含义 也就是说 计算机求两个数的加法的方法 是找到它们两个的补码 然后把这两个补码 当做普通的二进制数 放到加法器当中 做一个加法 而计算机做减法的方法 就是先找到前面这个数的补码 然后找到后面这个数 它的相反数的补码 然后把这两个补码 当成普通的二进制数 做一个加法 这就是这对公式的含义 那么所以 以后在 涉及到相应的这些运算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 自己是在干什么 如果是在模仿计算机的话 就是按照这个规则来计算就可以 如果是自己手算的话 自己想清楚就可以 这个是真值于机器数的一个解析 最后我们把这些定点数的编码 打在一个表当中 大家可以对着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这张表 大家可以对应着看一下 这个找规律就不一起找了 每个人有各自的一个总结 那么这张表 大家可以截个图自己去看 或者是自己手动来写一遍 也可以当做一个练习 那么简单看一下 这一张的考察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第二张 在选择题当中 它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些数据的处理 出题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而在综合题当中 它主要就是结合其他张 作为一个数据运算的一个基础 以及它自己做一道综合题的话 主要就是涉及到类型转换的那一块内容 可以具体来看一下它的考察的点 那么福点数基本上就是直接考 ITROPE 754 定点数的话 一个热点在于结合C一间 考一下数据类型 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考一下普通的定点数的运算 然后就是在这些运算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比如说问一下 某一步操作可能会产生了什么问题 或者说某一步操作的结果是什么 让我们反思一下它的问题 而教业码这块 主要就是考了一次海明码的那个不等式 那么数据的这个运算 它也是在其他章节当中 如果涉及到数据的处理的话 这个运算是一个基础 不过这个基础都是属于比较简单的一些运算 就不像单考这张的时候考的那么细 而作为一个综合题来看的话 它可以跟C一间相结合 考一系列的关于数据类型的这些问题 包括数据类型的一个转换 以及我们对真指和机器数的一个理解 主要就是这些内容 那么这一章节到此结束 我们接下来分考点去再做详细的分析 然后再做详细的分析 再做详细的分析